D k A 你甚至哦 你甚至這個Re 你看喔 你不能剛剛好用完 還是 不是 留多一點 留多一點,然後又要把它用完 在最後一次要把它用完 這樣比較容易接過去 抖音 給大家機動一點 中音 一樣,空間 中音 稍微靠長一點 太靠腳也不好拿 對,這樣好多了 對 放 放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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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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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變成虛的 每次抓住全部踩住 然後我們的力度是這樣做 不是這樣做 這樣子很難控制 這樣會變成只有手很大的人 他的力量才會大 但是我們都很瘦 所以要全部的手指一起抓 只是這一段跟這一段 我們的動作 會不會變成這樣踩住 然後有點像是這樣 看看會不會有幫助 跟著一起上來 跟著一起上來試試看 如果太低的話就很難用 對 感覺就是平衡的問題 對 硬準再弄好一點 來 上去反而有點不夠高 對這個 對 所以這個 兩個分工的音 你的功量也要大 對 對 這樣 這樣 音量才出來 對 你這個應該 不要用換指的 這樣換指不容易準 對 第三 還非自止法 然後你拉這個 連續上弓的音的時候 對 雖然它很短暫 可是你還是要 抖音 這不要抖太大的抖音 抖太大的抖音不行 但是 小抖音這樣會很好聽 對 對 這樣聲音就很熟的 對 這樣聲音就很熟的 對 對 一樣的 很好 對 拉久了你習慣 這樣子拉 所以這幾個音就沒有很好 再一次試試看 你再試試看 當你到達了高點之後 下來的時候每一個都拉得飽滿一點 然後最後尤其是這幾個慢一點 這樣 但這些都還是飽滿一點 你要試著 那你就要試著更 更輕鬆的去拉它 然後呢 你讓你的琴是平的 都是平的 你移動重心 不要 顛到上面 你要這樣子動 當我們這邊下半身可以這樣動的時候 你這裡要仍然可以拉的話 表示你上半身也 也很輕鬆 你試試看 否則它會 它會ㄍ住 從來半鐘點點 這樣才方便移動 好,這次上半身 這次上半身 OK OK